这个女人竟然拿枪对着自己的同伴 然后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班机 然而郑重脑门的同伴并没有死去 反而对女人充满了感激之情 此时他们的身边还躺着一人 正是刚才带着火红眼睛出地下车库的小黑 他已经被旅团的人给盯上了 而这些实力高深的盗贼速度实在是太快 时速竟然可以达到80公里 库碧的技能又完美地锁定了他的位置 哪怕小黑现在已经心急如粉 奈何却遇到了下班高峰期 堵着车的他无能为力 而凭借库碧的定位 他们离小黑已经越来越近 当他们到了附近 库碧立即确认了位置 信长则是第一个冲了过去 小黑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突然他看到一个黑影 在车顶上不停地穿梭 此时小黑已经顾步的许多 一脚将油门踩进了油箱 将前面的车子全部给撞了开来 我只想说为什么不早点这么做呢 现在为时已晚 因为信长已经来到了他的车顶 小黑只能将车子停了下来 库拉皮卡正拨打着小黑的电话 但已经无人接听 他却想不到对方再也没有机会接起电话 小黑看着将他包围的三人 缓缓地走下了汽车 他感觉这里将是他的葬身之地 于是让自己的爱犬全部离开 因为他们一直是自己的工作伙伴 这时他受到了信长的警告 如果敢乱动一下马上就杀了他 而派克也在身后抓住了他 接下来要问小黑几个问题 然而小黑并不知道 背后这个女人可以探测记忆 当对方问他是否认识一个 以锁链为武器的人 他直接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 下一秒就被派克给捏碎了右手 接着派克又问了关于窝金的事 还有他的其他的同伴在哪里 这些问题小黑倒真的是不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关于库拉皮卡的信息 早就被派克给获取到了 最后一个问题击破了小黑的防线 派克问他自己最爱的人是谁 小黑就这样因为堵车 散失了自己的生命 原来这才是最为致命的 信长走向前问派克情报有没有获取到 他表示用嘴巴说太麻烦了 随后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枪 上好子弹后对着信长两人就打了两枪 但子弹对他们并没有造成伤害 而这时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进了他们的脑海 库拉皮卡做过的事 他的样子 他的技能 以及关于窝金的事 当然最后还有那小黑最爱的人 终于信长得到了关于库拉皮卡的信息 他们的身体 杀了不停的名字 杀了不停的名字 好